元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 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他强迫国会选与他为正式大总统 1914年 元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 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21条 1915年12月 元世凯宣布以1916年为红线园 准备与元旦正式登记 元世凯的倒行逆势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怒潮 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元宣言 与梁启超有师生质疑的蔡厄将军 从北京回到云南 组成护国军 以维护民国政体相号召通电讨原 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和广西进军 护国战争开始了 元世凯急忙调集中兵围剿护国军 但北洋军队人心涣散抵挡不住正义之师的攻势 节节败退 广东浙江四川等省也纷纷独立 元世凯陷入了四面楚歌 众盘清离的境地 孙中山又发表第二次讨元宣言 元世绝望 于1916年6月6日 在全国人民的唾马声中死去 优优独立